女王为何不和硝烟贴贴呢 主要因为现在的硝烟实力还不够强 随着斗魄苍穹年番新一集的更新 我们可以看到 在本集出现了这样一幅场景 硝烟主动坐在女王身边 想要和女王贴贴 但是女王马上就往旁边挪去 不想与硝烟有任何接触 其实动漫这里的细节做得非常好 成功地把女王的心理给描绘了出来 原著里有写过 蛇人族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那就是每一任美毒杀女王的丈夫 都必须要比她更强才行 而硝烟这会儿还没突破斗魂 虽说确实不弱了 但还差点火候 所以女王即使已经动心 但理智上多少有点抵触 心里可能想的是莫挨老娘 本王可不想嫁给你这么弱的家伙 但后来硝烟成长到 可以在一名真正的斗宗面前保护她的地步 这时女王心里的那一点抵触 也开始慢慢消散 这在之后的预告里也可以看到 三宗之为时 硝烟救女王的同时就主动抱了女王 这时的女王也没有挣脱硝烟的怀抱 反而任由硝烟抱着自己 这就是女王认为硝烟比自己强 认可了硝烟这个丈夫 蛇人族后来也是因为看见硝烟实力强 因此特别支持女王和硝烟在一起